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那天 我已经订好了紫彻说的那家最好的法国餐厅 等看完电影 我们就去吃浪漫的烛光晚餐 我 我还怕闹出笑话 特地去了餐厅一趟 我已经跟乐队订好了情歌 然后 我们会一起散步回学校 就是我们经常溜达的那段地方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要正式向你告白 我们经常溜达的本身 能不能离一遍 你一直如是人 亲爱的古灵 阳光也不及你脸上灿烂的笑容 月亮也藏不住你的可爱 怎 怎么现在看起来这么土 我 要是 那天晚上就向你告白 你一定都笑死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后 竟然会在这个地方向你告白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你的 是第一次见面吗 是第一次见面吗 你真的一点感受也没有吗 哪怕你给我一点点回应也好 你骂我也好 你打我也好 我宁愿你当面拒绝我 也总比现在不闻不问的要好 你知道吗 我喜欢你 我不敢奢望太多 我不敢奢望太多 我只求你能给我一点回应就好 好 你就是喜欢跟我斗气对吗 你一直不行 我就一直这样 我每天都会向你来告白 你要记住 我可是万死亡 对你 我是绝对不会轻言放弃的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你明天就去杀了他 你还真敢来啊 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喜欢我 你也配吗 万死亡是吧 我告诉你 就算你死一次都没用 你根本就不配跟古灵表白 看电影的时候想拉我的手 在医院病房摆新型蜡烛 想要跟我告白 你觉得自己很神奇很浪漫吗 你都听到了 那你也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醒过来吧 因为我觉得恶心小兔 古灵小时候父母离世 而她孤儿院的经历 给她造成了阴影 而Darcy 是她为了保护自己而产生的第二人格 她会孤立自己 是因为她害怕再次受伤 害怕被遗弃 孙母说话了 受伤了 无论你说什么 我是永远都不会放弃的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一直保护你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让我离开 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知道 你害怕身边的人离开你 是因为童年阴影造成的 是那个心理医生告诉你的吧 古灵 你以为你自己是救世主吗 你连你朋友都帮不了 你凭什么管我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是你教会我 身边的朋友如果有困难 哪怕自己焦头烂额 也要用尽办法去帮助她 少自以为是 你不过是喜欢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罢了 不仅仅是我 所有人都很担心你啊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靠近我一百米以内 我杀了你